玉里正名代表会第21届定期大会开议了 由代表徐玉珠及严玉坤来进行总执行 徐玉坤他是针对玉里正名广场及水池等周边设施提出建议 他说看起来不太美观 而且附近有民宅道路 行机民众游客观感不好 另外水池因为没有处理好 加上最近梅雨季节造成很多蚊虫很扰民 要求政工所要能够改善 玉里正名代表会第21届定期大会开议 由代表徐玉珠以及严玉坤进行总执行 代表徐玉珠则是针对玉里正名广场 以及水池等周边设施提出了建议 因为看起来就不太美观 不仅又有民宅跟道路 行精的民众以及游客感官不佳 另外水池因为没有处理好 加上最近梅雨季节造成很多蚊虫非常扰民 要求政工所能够多重视 正名广场的周边环境清洁工作 我不知道那个池塘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夏天到了 蚊子特别多 你一摊烂水在那里 我有看有荷花 不知道是荷花还是莲花 因为还没长出来 可是上面几乎都是一些木屑 木棍 垃圾 他们很勤劳的去捡 但是你外面风吹来的 停在停顿在那里 就积成一个污水垃圾 我不知道你们那一块要做什么作用 这块里面的建筑物到底要做什么 那你厕所 你开放在那里 也没做一个 就等于崩溃在那里的 另外玉璃建民代表 严玉璃则是提出建议 将玉璃建民广场规划给其他社团来管养 因为很多的在建民广场运动的民众 所希望可以开放厕所 因为有相当多的不便 所以你看连一个我们那么漂亮的地方 正面广场那么漂亮的地方 然后我们一个商圈在那个地方 既然没有一个厕所 让光客来使用 那实在是让人家想不到 所以这个灯灯 如果我们租出去 第一个我们要有一点减 虽然不多 可能有一些钱 但是最重要有人在管养 玉璃政公所秘书邓坤明表示 是会尽快来出力 给居民环境整洁留给游客很好的影响 记者高松松玉璃政采访报道